在过去的几年里,一个习惯使我的工作效率翻了一番,让我完成了更多艰难的工作。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习惯,一个很容易被忽视和低估的习惯,动力时刻。 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个小时,在我做任何其他事情之前,我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,没有手机,也没有其他人在身边,然后我开始做我生命中最困难和最有影响力的项目。 没有什么比动力时刻更有效的了,我每天抽出一个小时来朝着我的目标取得实际进展。 每个人都有目标,但有多少人真正付诸行动? 每个人都想踏上一段美好的旅程,他们想赚钱,找到梦想的工作,以优异的成绩毕业,发明和创造一些东西。 每个人都想到达一个伟大的目的地,但有多少人真正想朝着那个目的地迈出一步? 有多少人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准备进行他们从未踏上的旅程? 他们中有多少人在寻找合适的衣服,合适的包包,合适的动力,合适的视频,合适的歌曲,合适的文字,合适的工具或合适的时间。 而没有寻找合适的时间来提高效率。 我有很多事情要考虑吗? 我可以在我的时间结束后考虑它们。 我有很多关系要维持吗? 我会在之后处理它们。 我有多个项目要处理吗? 我会在我的时间内开始最重要的一个。 我会拖延吗? 每天做一个小时很容易,之后我就可以放松了。 我晚上会累吗? 我会在早上第一件事安排我的动力时间,那也是我经历最充沛。 动力时刻解决了生产力的最大障碍,不作为。 头脑会找到不采取行动的聪明方法,而头脑最聪明的秘密是富有成效的拖延。 它不会告诉自己它处于非活动状态。 相反,它会发现做一些伪生产力的事情,并乐于做这些事情。 头脑喜欢有效的拖延。 头脑喜欢坐在那里摸斧头,但它从不想砍树。 动力时刻是一种承诺,即拿起斧头开始砍伐。 摸斧子,收集其他工具,处理房子周围的其他事情都可以在之后再做。 但在这第一个小时里,我什么都不做,只会砍树。 我会直接面对我生命中最紧迫的问题,我会找到可能解决它的最困难,最有影响力的方法,然后我会去做。 我一天的第一个小时是神圣的,孤独的,虔诚的,朴素的。 没有熏香,没有特殊的茶,没有冥想,也没有快速的身体锻炼。 没有百万富翁或亿万富翁的尘尖利性公事,这些利性公事实际上从来没有任何意义。 没有生产分心,没有生产性拖延,只有我,我的斧头和那棵树。 感谢收看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,也欢迎分享出去,让更多人看见,记得关注哦。 更好的视频还在路上呢,我们下个视频见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